香港环球新闻在线湖北讯 记者 米纪文通讯员 谢月城6月26日上午八时许 水上交通安全支持进校园活动 如期在三州中心小学 五 一般进行 华荣海市夏捷军储长等领导及专家英 我镇安委会特邀惨 加了本次活动 海市专家以多媒体教学方式 向同学们就传播的起源到发展 救生一的介绍 游泳注意事项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深刻讲述 同时 我镇安照乡镇每年必须举办一次以上 渡口渡工安全培训的法律规定 于当天上5G水上交通安全支持进校 圆活动结束后 迅速又在镇三楼会议室 召开各渡口负责人安全支持培训会 会议一关看警示篇 现身说法等行事进行 华荣海市储下储 消储 旧安全度运 优化度 渡口整合的政策 做了具体宣讲 最后 镇分管安全生产的领导汪廷武 同志重点强调 各渡口要坚守安全红线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要严格落实度运五颜禁和八不准规定 确保安全操作 要配其足够的救生设备 消防设备 并按标准配其船员 要落实值班制度 维护好上下车辆秩序 特别是在节假日期间 保证有足够的值班人员 加强现场旅客和车辆的管控 编辑